黃澄澄的冒骨乾 在輸送袋上滾動沖水 就像是黃金彩球不斷滾動 工作人員將一顆顆冒骨乾分級包裝 入箱後進貨櫃準備賣到馬來西亞 東市農會表示受到寒流助攻 才順利促成這次合作 台中冒骨乾外銷東南亞 更是史上第一次 未來這些冒骨乾 將在馬來西亞國內 最大規模的超市販售 因為今年的話 馬來西亞其實非常不容易 我們已經談了三年 那因為今天寒流的效應 所以有今年馬來西亞 是第一次談成的 這次冒骨乾外銷 光是3月8號就賣出20噸 全部銷到馬來西亞 3月11號則是外銷到加拿大 第一批將賣出10公噸的冒骨乾 前後總計3次 預計會賣出超過30噸 新加坡目前還在積極洽談中 3D預計將賣出超過100噸的冒骨乾 粗估獲利破千萬 馬來西亞他們有進口商在進口 進口以後 他們會透過他們所有的超市系統 去銷售我們台灣的冒骨乾 當地農民表示 從去年大選後 就有不少對岸以及外商積極洽談合作 以大陸為例 對比選前詢問度足足多出一倍 全都是想跟著寒流拼經濟 有比去年來講的話 比例也增加很多 其實那些貿易商詢問度變很高 都會來看貨 增加滿多的 至少一倍以上 大上寒流風潮全台農產動起來 不只南部水果外銷東南亞 台中的冒骨乾也積極外銷 海外冒骨訂單湧入跟著賺大錢 火出去錢進來台中發大財 記者陳思源 許又翔台中採訪報導 使用 好